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我是持有会 张森睿神父 我的主宝圣人是圣嘉禄包荣谋主教 圣嘉禄 Borromeo 他生于1538年 是意大利米兰的贵族 每年11月4日是他的纪念日 他是教区修院 主教 书机 教会领袖的主宝 亦都是主入学的主宝 这个名字是我在澳门出生的时候 我的契爷帮我改的 我的契爷是一位蒲国人 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有智慧 有勇气的人 其实很多蒲国人都会用卡罗斯做他们的姓名 蒲文真正的读法应该叫做卡罗斯 不过在香港很多人都叫他卡罗斯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位圣人在16世纪 教会面对很大的危机 特别是基督新教的出现 他帮忙教宗庇护四世 一起召开特伦多大公会议 他本身非常博学多才 21岁已经拿到法律的博士 22岁成为书机 在教会法、音乐、体育都很出色 他在大公会议积极推出了很多改革 包括建立教区修院 有系统地培育成绩人员 重写教理讲授的书籍 更新了礼仪书 以及取消军权神授的做法 他的生活都很简朴 而且非常关心穷人 我记得几年前 在罗马持有宗座大学深授 有一次省会长吴志愿神父 来罗马开会 他说不如大家一起去朝圣 去不同的圣堂祈祷和参观 最后我们去了一间圣安博大殿 这间大殿特别敬礼圣家禄的圣毒 原来在主祭台的后面有圣家禄的心臟 在大殿顶用拉丁文刻了一个字 Omilitas就是代表谦卑 圣家禄是一个很有爱心 而且是很谦卑的人 他很有学识不过不自大 反而懂得用他的才能 去关心服务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 如果我们有多几位姓家禄 教会和世界会有多好 就让我们学习他做一个 谦卑和有爱心的人 是一个谦卑和有爱心的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